日前,周金伦分享妻子的背影,爱得对方便赞美于Best scenery,称昆琳是最美的风景,高调是爱。 昆琳每天生活在周董的甜言蜜语里,一定很幸福吧。 照片中,昆琳穿着黑色格子上衣,披散着柔顺的棕色长发,发量浓密,她眺望远方,脸颊轮廓线特别美。 昆琳并没有像很多女明星那样瘦成纸片人,脸上依然能看到胶原蛋白,这个角度看过去就像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女非常年轻。 昆琳在看美景,而周杰伦却在背后偷拍昆琳,陶醉在她的美颜当中。 刚有真案粉将昆琳的照片画成了漫画,大概是觉得她有点孤独,把周杰伦也一块画上去,简直太窝心了。 周杰伦转发让更多人看到,可见这幅画很满意,随后她分享了一张自拍,身穿白色涂鸦脸貌卫衣,站在一间小木屋旁比剪刀手,落三胡子没有剃,略显慵懒。 照片被检视绿树草坪和阳光,相当有意境。